演员们的练金之旅 来到了第二赛段的尾声 共有九位三星演员成功晋级 今天第二赛段 最后一个作品即将登场 老子打仗挨撑子的时候 你再喝茶 它就是由许君聪 伊能静 刘姿 陈楚生带来的风声 Reno 5幻彩人像视频 在我眼里你会发光 1942年 一名汪伟政府的要员被枪杀 特务处处长王田香怀疑 这一系列暗杀行动的策划人 就是代号老鬼的 北平地区地下党领导人 而老鬼就隐藏在他们司令部内部 接触到关键电报的几个嫌疑人 被带到了封闭的囚庄 此刻只剩下三个人 只有老鬼现身 他们才有可能活着走出球状 演员就位 小王爷 开始 你们又把我带到这里来做什么 我下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经过电报的只有你们五个人 现在金森火 白小年都死了 顾晓梦 吴志国 还有你 还有你 必定有一个是毛鬼 我知道我不是 刘林宗你认识吧 听说他是你的恋人 我跟他已经分手了 我一直在找他 他的真名叫关月香 已经被捕了 他是共党 而且职位还很高 隔阵边的人有问题 你能逃得了干世吗 今天下午的审问 你的态度傲慢 只能说明心事 听说你是一个密码天才 但你知不知道 我们人体的任何一个部位 都是密码 真相也都写在上面 只要你能过这一关 你和林宗都平安 你 多么好的你 好 我会有些伤害 我不是妻女 虽然我斗不过你 但是我不怕你 我告诉你 你这是秘神 要是上面的人知道了 你也脱不了甘心 你话太多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 要你冷静 处长 只剩下三个时辰了 他不是老鬼 收拾一下 处长 我本是 吴大队长 也喜欢唱唐山皮影戏啊 唱得不好 但是喜欢 老家哪儿的 东北的 你呢 我祖籍也东北呢 那可真是太巧了 咱们司令部里 东北人好像不多 就咱们俩 这么说来 咱们还算是 半个自己人咯 自己人顶个鸟用 纸桑 骂槐 含血喷人的 全是自己人 老子带兵打仗的时候 你再寻魂作乐 这就是事实 你又被打仗不得 没什么都被 多大的官啊 来 不行 想划头 你给老子再说一遍 现在情况非常危急 这个事我来点 今晚消息不出去 组织全军覆没 我被捕之后 你一定要把取消行动的消息传出去 我不同意 我只听我上级老枪的指挥 我就是老枪 现在我命令你拿着这只银去举报我 吴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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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挺住 我有办法出去 带不开门 我可要闯进去了 吴大队长 吴大队长 你要干什么 你个小落体的 陪哥玩 吴大队 我看你这个小阳 你先跑了 小阳 你先跑了 小阳 你先跑了 小阳 你先进得到 住手 我有证据 这上面有摩斯密码 意思是撤 你看什么 吴大队长 整栋楼只有您 抽三炮毯 对不住了 老王 你敢审我 老子打仗挨枪子的时候 你在帮柔室喝茶 我出现了第一个屁了你 双手 玉芷 我知道 谁是老贵 你什么时候知道了 现在 林宗也是你们的人 太可怕了 你们到底什么是真的 我是真的把你当姐姐 你把我当姐姐 我刚才差点因为你没了命 你那简直是魔鬼 我只是在执行任务 我必须把小时穿出去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举报我 都什么时候了 情报比命还重要吗 都死了这么多人了 我不要你死 我要你活着 我没有时间了 你拿着这包烟 就说是在我床底下找到的 我们姐妹一场 你怎么可以这样举报我呢 你别 你别这么对我 我求你 我求你别举报我 我举报 这包烟 不是吴志国的 是顾小梦的 他是老鬼 带走 我自己来 小梦 牺牲了自己 他把信息缝在了自己的内衣上 信息跟着他的尸体 也送了出去 视频合作平台 优酷 爱奇艺 腾讯视频 观看更多节目内容 好拿就是超奶 谢谢四位演员 其实只有第一场戏 楚生跟刘兹的 我觉得一上来 他就是先生夺人 我是接受的 而且我觉得两个演员都很有趣 从第二场开始到第三场 再往后 我就会觉得这个交流 都是我很难接受的一种表演 一能进 他们俩有一段戏 就互相在用胶条贴那个窃听器 就从那儿 其实我就开始打了一个疑问 因为如果你能知道窃听器 就在那几个位置上的话 我其实有点不太相信这个事情 我们顺着说 那第一幕出来的时候 楚生出来 你摘自己的手套 然后非常烦躁和愤怒地去丢那个手套 我不是特别理解这个情绪 然后我觉得两个女演员 坦白讲 我真的很心疼你们 哭成这样 很累的 我自己是女演员 我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 曾经我们这个舞台上 我们演过风声 当时是刘敏涛姐姐演的是 刘兹的同一个角色 辛之磊演的是静姐的 我们两个女演员 今天的表现 其实最大的区别是没有克制 刘兹杰有一句台词说 太可怕了 你们到底什么是真的 太可怕了 太要把那个情绪表达出来了 如果大家能够相对克制一点 可能会更好一些 然后吴志国的OS和顾晓梦的OS 你们就是在对方的手上写下 要说的那个话 我觉得你们就相互挠了两下手心 这个就演完了 因为他的那个OS还是挺长的 我觉得我们真的这么长的一个剧情 不在乎那两秒钟去省掉它 太重要了 这个情节 这个真的处理得有点 太草率了 因为我学理工的 而且我军校比 就有比脑手心更好的 如果真做准备的话 就是他其实 你记得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故事 是永不消失电波 他里边最经典的句话就是 永别了同志们 同志们 永别了 我想念你们 他在手心里点和打的话 他其实互相都能知道的 就是那个有很多的方法 我觉得就挺可惜的 对 谢谢 刘兹姐 我觉得刘兹姐的表演 是形式大于内容的 就所有的紧张 所有的恐惧 我觉得都在你的外部 这样就是我的共鸣就会差 刘兹姐眼睛太大了 然后就是第一场出来的时候 就是有一句话 你们又把我带到这里来做什么 我下午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就我觉得你一直在瞪着眼睛 就是这样让我挺跳戏的 我还是想看到那种心跳感 那种真的从内在往外的那种紧张 我刚才在看那个表演的时候 我倒觉得应该把许俊聪的角色 和陈楚生对换一下 会更合适 因为 许俊聪的长相嘛 如果去演那个 审讯的那个人的话 他会特别不费力我觉得 刘兹姐当时也建议过 希望军聪可以和楚生换一下角色 如果宁愿演反派的话 我觉得那是最好的选择 关于这个角色的话 我就是奔着吴志国选的 这个就是我吧 09年到北京演戏 然后今年是2020年 又演了11年的戏 然后应该是在八年前 我演了一部戏叫刘海柱 一个角色 姓潘的小子 啥钱从你这出来 你告诉我一下 我叫刘海柱 最近的八年的 所有找我演的角色 全是社会大哥 再不就是穿雕的 然后带个大金链子 漫长的11年 我在北京的演艺生涯 一个好人没演过 特别渴望 特别期待能演一个好人 请问老师们 就是一个演员的形象 真的会限制他的戏路是吧 就你的样子演好人是可以的 但是我今天觉得你是 错过了一个演好人的机会 你的表演太流于表面了 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 他都要走心 今天最大的问题是 你演了一个好人 但是演了一个 没有走心的好人 所有的细节你都忽略掉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跟好人和坏人 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但你的形象 谁说你的形象只能演坏人了 不是的呀 你笑起来也很善良呀 谢谢紫园老师 真的是表演的方法问题 就刘子姐碰到我真的很倒霉的感觉 很感谢 遇到好的演员的时候 他一直能够刺激你 刺激你 我觉得这次来真的收获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也非常感谢台上的每一位老师 非常感谢 我觉得楚生真的进步特别特别大 楚生的进步是一日千里 我觉得他特别特别努力 真的非常非常棒 谢谢 我听到老师们毫不保留地在告诉我们问题在哪里的时候 我感到深深地满足 我反而被这种批评感到满足了 真的很感谢 这就是舞台这么让人有敬畏感的原因 因为你假不了 就算哭了那么多 情感也是动了真情 然后看到刘子也会很心疼他 可是还是觉得自己溢出了某一种说不上的轨道 哪怕就是零点零一毫米 所以我真的很谢谢老师们 我真的很受教今天 接下来 紧张的星级平定环节 高难度的五星剧本 但因为子怡老师和陆川导演都已经灭心了 你们这一个剧本还拥有三颗星 Reno5幻彩人像视频 在我眼里你会发光 OPPO星级时刻 有请张继忠老师和刘天驰老师 做出最后的决定 你看风声里边这几个 刘子还有杨明竹 我觉得处身也能够还不错 就真的很难 我们组的这三颗星呢 分别给到的是 静姐 还有刘子 还有初生 初生哥 你家还在学英语吗 学呀 对了 给你推荐一个 51talk在线青少儿英语 上面都是这儿 外国老师一对一教学 成立十年了 只做英语 特别专业 一对一教学 那效果肯定好啊 现在下载51talkAPP 还能宁愿免费试听 第二赛段所有作品 都已完成表演 共有九位演员成功晋级 三位导师将通过补选 完成自己站队的组件 导师将依次站上舞台 想要选择该导师的一星演员 可以主动站在导师身后 然后由该导师 从中做出决定 张子怡战队 请剩两个晋级名额 谢谢 请节目组可以允许我 不选择 我非常感谢所有的老师 在这个舞台上 让我看到了表演的镜子 我可以很坦然地 站在每一个舞台上 谢谢所有的老师 首先我非常尊重克兰姐的选择 非常感谢你在这个舞台上 呈现的表演 感谢你 我的战队里面 因为有两个片段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我要做什么 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我要做什么 我想跟菲菲说 你上一次的表演 确实没有那么精彩 可是我还是想拖着你往前走 恭喜王菲菲 自宜老师 接下来您仅剩最后一个名额 最后一个名额 给小沈亚 恭喜王菲菲 加入张子怡战队 张子怡战队已组建完成 X靠河关战队 已有成员张亦凡 叶祖鑫 还有四个晋级名额 非常欢迎四位演员 全部加入我们X战队 我们去做更好 或者说我们去做 我们自己想做的东西 X靠河关战队已组建完成 陆川战队 还有三个晋级名额 好难选啊 你替我选一个 我不看了 你选谁都行 我选 我选孙坚 孙坚是职业演员 无论是他的台词主力 他的形体 他身上是有技能的 接下来 您期待谁加入您的战队 就请走到他的面前 江潮 最后一个名额 倒计时五秒钟 五 四 三 二 一 来吧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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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无论是江潮 还是盛永 因为他们刚刚开启了 走向演员的这个大门 我不想 非常残酷地马上把他们关上 我想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帮助他们 给他们一个新的起点 还是很谢谢大家 然后学到很多东西 我觉得这是一个 开始 对 是一个很棒的开始 然后我要说 我觉得蛮 蛮舍不得 表演真的是 太幸福的一件事情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 三支战队全部组建完成 未被导师选择的演员 将暂时离开这个舞台 观众可以去微博 我就是演员话题页 演员榜 参与投票 为演员们赢取节目反场的名额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来到浙江卫视 大型原创表演类综艺节目 OPPO 我就是演员 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 本赛段全新加盟的 X考核官 制片人考核官 王忠磊 有请王忠磊 欢迎你 欢迎您 有请入席 接下来隆重地为各位介绍 本轮特邀助阵导演 著名导演 新宇坤 欢迎您 新宇坤导演 本轮助阵 张子怡老师战队 欢迎 特邀助阵制片人 大纲 欢迎您 大纲老师本轮助阵 王忠磊老师战队 两位分别 会为我们的影视化 进行创作和拍摄的助阵 欢迎二位 本轮我们还新增了 专业影迪环 欢迎各位的到来 经过两轮影视化考核 三支考核官战队 终于组建完成 今天正式进入第三赛段 战队淘汰赛 三位考核官 三位表演指导 和演员召集人李承如老师 七位老师一起为演员们进行星级评定 每个作品一共八颗星 该剧目的战队主考核官和表演指导 共同拥有三颗星 共同拥有三颗星 其他五位老师每人一颗星 最终每个作品星级最高的演员 可以直接晋级下一赛段 其他演员将进入待定区 六个作品全部完成供应 通过现场专业影评团 和大众影评团的投票结果 决定他们的去留 此刻所有的备战演员 都已经准备就绪 本轮考核正式开始 首先要进行供应的是 王忠磊战队的作品 让我们有请王忠磊战队六位演员 转声欢迎刘兹 叶祖新 李文翰 印堂少女303张亦凡 宋颜飞 张楠 欢迎六位 有请六位入行 这个作品是由李文翰 宋颜飞和张楠共同带来的 主考核官王忠磊 表演指导刘天志 张子怡战队和陆川战队 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影视化拍摄的筹备 X战队表演指导刘天池 带领学员顺利完成了剧本唯独 但在前往恒电片场的路上 突然接到来自现场的突发状况 原定合作的影视化团队 临时出现变故 导致拍摄计划无法执行 你们能不能别闹 筹备期是筹备了三天嘛 那定好了说在第三天的这个下午 我们开一镜 你就带着一万个为什么 就坐在车上不知道该怎么办 喂 喂 吴童 咋整个咱就是 拍天赤老师了 咋办呢 我们就甘愿放弃拍摄了 至于选手的其他的情况 我们再去想这么处理 我们现在主要是很担心 这个录制的时间 根本不够 它满成不了一个作品的制作 不是 你现在不不不不不 那个吴童是这样啊 首先你要考虑一下 我对这六个演员 其实他就会不公平了 因为他们没有作品 那你最后怎么评判他们呢 你给我半天时间 我试试我能不能在红店 我组织出两支队伍来 然后我们起码是一个 去公平的去参赛 可以让他们 可以让他们站在那个舞台上 明白 那天赤老师我们就 那我们都试试看 然后你随时跟我们说 我们有权利不仅来 一起来做这事 行 我想的就是 不能让六个演员 没有作品 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在 最短的时间内 找到一个合适的 最能够展现这两组演员 能够去体现他们的 一个表演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让他们有参赛权 我当时想的就是 只要有参赛权 只有上 没有其他别的选择 新组建了一个 大家互不相识的一个团队 那我们现在的拍摄的 这个时间 也就是只有明天的上午开始 一直到后天的晚上12点 作为一个结束 留给我们的 应该只有72小时 就觉得 好难啊 在那么短时间内 去完成一个 那么有难度的 而且还是刚挑选的本子 就是我觉得就是 几乎是一个 不可能的任务 待会就早点休息 因为一定是熬大夜我们 因为我实在没时间 要不然我抢不出来了 只能辛苦 不是辛苦你们 从昨天就没睡了 到现在了我也这样 快去时间了 化妆给宋言飞 那个胸口那边洒雪 不对 那个雪是洒在她的身上 不是洒在衣服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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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来 雪 雪 雪 直接洒到肉皮上 直接洒到肉皮上 不不不不不 雪 那你先拿来 直接往肉皮上了 来吧来吧来吧 剪刀呢 剪刀给我 剪刀 剪刀 给人盖上 那边盖上 那边盖上 我从来没有这种经历 就是我第一天开机 第二天关机 我几乎不认识我团队的人 你也问他现场的DIT是谁 然后把那个都吐出来 还有那个音频的 视频的 然后就交给那个剪辑 我就带过去 对对对 你赶紧给他送回去 因为我们没时间了 我几乎叫不上每一个人的名字 但是他们这两天两夜 没有一个人所苦 没有一个抱怨 没事吧 有没有摔着 没事 没事 挺疼 所有的一切东西 浮化道 剧本 导演 都是天池老师一个人在弄 衣服 演员的衣服 天池老师已经在短时间内 把他能做的全部都做了 来 快 赶紧抢 好 停 刹青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努力了 而且是我们打仗 打出来的一个剧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回忆 别把他们续抢 快 赶紧抢 快 赶紧抢 快赶紧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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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观众们 你给我打车 我来吧 快回去睡觉吧 医官 医官 快来 这边还有一个 这是在路边发现的 不知道还能不能救活 我来吧 我真的不用你帮忙 你干吗 你得帮我个妈 怎么了 她是个女人 你帮我把她盔甲卸了 你帮我把她盔甲卸了 你帮我把她盔甲卸去了 走吧 我是不是 我把她盔甲卸了 你其实不看那个 所以他还不有 我说你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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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样打起来 没有话 遍地都是枯燥 你今天有没有离开我营长 有 军中多半将是中毒 你可知道 知道 此事可与你有关 你何出此言 这是你的东西吧 我帮你清洗重伤医物的时候发现的 这个吊坠 跟被俘的北人奸细所佩戴的一模一样 你做何解释 你是北人 不是 那毒 是我吓的 把解药交出来 我饶你一命 从我迈进这军营期 我就没有想着活着出去 你杀了我们 替你的将士们报仇 看在我昨天救了你一命的份上 把解药给我 把解药给我 救我时我不值 又何来的情犯 你别逼我 你救我一命 你给我一刀 我们两不相见 把刀给我 把刀给我 长生 是他投毒 他是北人 你来得正好 我的命是你们两个救的 你们要怎么处置 我都愿意 军中命远 即便是敌 也不能轻易杀之 长生 给我点时间 先出去 你可知道 于姑娘 为何一直留在军中吗 他父亲 之前是个大将军 一身容了 最后惨死在北人的当下 那不正好 我是北人 以命迪平 军中将士所重之毒 并无大碍 药效减弱 肯定是有人动了手脚 要是按照这个原方子下的我 我们 恐怕就见不到彼此了 奉命办事 各位己主不必多言 你杀了我 给我个痛苦 既然他心意语绝 又何必帮他 把他交给将军处理 岂不更好 等会儿 你若不说实情 我不会放你走的 郎中本就应该治病救人 可常年征战 尸横便宜 你们真的就相信 死了这么多的人 能救他过来吗 你知道我为何从军吗 我师父跟我说过 下医治病 中医治人 上医治国 治国治人 必先要治其心 若是不能复赠心中的阵气 不能降伏其心 就算是用刀剑强压住 也终有一日会爆发 杀人赢 救人们 长生 长生 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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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我的师父和我说过 下一之定 中一之人 上一之国 之国之人 都要心得知心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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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回去睡觉吧 医官 但是呢 有很多细节肯定是没做到了 比如说 你刚发现这是一个女人 你干嘛 因为那个年代 是男女受受不亲的一个年代 更何况怎么有女人 假扮军人 闯入军影 所以 那个惊讶肯定是不够的 就类似这种细节吧 希望你以后能够多注意 那张楠呢 我认为 这个角色 没有什么发挥空间 今天我就举一场戏吧 就是你跟小宋之间 你发现她是一个叫北人 对吗 你是北人 就是她是你的敌人的时候 你的情绪是不准确的 你应该有份恨 还有悔恨 因为悔恨自己去救了她 但是同时 同时女人 在一个战场上 有一份同情 但是你们俩的眼泪 很不合时宜 在这个时候演的 我觉得你们两个 演成了姐妹情深 这是对角色理解的错误 嗯 我就说这么多 我觉得宋元飞 你演的是一个 女扮男装的战士 第一点 一个男生在古代 我相信她应该不化美貌的 那是演员本人的妆 这个就可以跟你的化妆去聊的 第二个 改变你的嗓音 我没有姑娘 如此好的医术 这样一张嘴 我要是你的战友 我说 这是个女的 女扮男装 可以压着嗓门 稍微地改变一下自己的音色吗 可以 李文翰 你也是可以跟现场的导演和画幅道聊一个问题 我每天要救治多少人 她们中的是剑伤 枪伤 她的血流了多少 会滋到我的身上 尤其是在第二场戏你跑进来的时候 你手臂上还有血刺 但是围裙是洁白无瑕的 你要在现场跟导演提这个问题 我是不是可以这样 为什么 因为导演在现场 他是管一百件事情 一千件事情 他忙不过来 所以演员我们要学会自己管理自己 文翰 我听说在整个剧组的所见所闻 其实对你是有非常大的触动的是吗 对 做演员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做一个好演员 因为我就是休息的期间 然后我也看见了好多群演 他们就那么大的血 然后还有一个群演 好像是在抬单架一场戏 然后他摔下来了 摔了之后 突然鼓了一个很大一个包 还流血了 但是他还是很尽职地完成了他的表演 然后就想问孙文老师 就是有那么多难的事情 有那么多压力 演员道路是怎么一步步坚持下来的 如果你足够热爱的话 所有的难都是事后觉得难的 十几年前我和朱雅文 我们演那个张继忠老师的戏 就是王仲磊老师你们公司的 冰盛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河北 淮来沙漠上拍戏 那个地方吃饭的环境就很糟糕 发的那个饭 你要快速吃掉它 因为当时太冷了 它会变成一粒粒的冰茬子 风一吹那沙漠的沙子就进那个饭里 所以要快速的吃 否则你越吃沙子越多嘛 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 是今天你讲它的时候你觉得很苦 但是我回忆现场的细节是 现场我们一群演员 大概有两百多人 我们是欢声笑语的 所以我要告诉你就是 我希望你透过这次拍摄 找到当演员的快乐 只要你找到了 你演痛苦都是快乐的 谢谢 就是我看到他们都在认真的演出 但是我感觉这个故事 方方面面的完成度很低 所以它入不了我的心 就是我有一万多个疑惑 小宋您揣的那个毒在哪呢 你是不是总得有一个地方 是不能让它碰的 因为你那儿藏着毒呢 你就坦然地睡去了 我就好多的疑问 可能跟表演没关系 但是他就由于他一脚一脚地 把我往门外踢 你知道吗 我很快就踢回这椅子上来了 就没进到这片里 这个我倒特别同意陆川导演说的 就看不进去 还是台词的问题 没有真的听进别人的话 接词就说 说的就只是那么 说的那么表面话 反正确实是 好打扮的那么漂亮 你为何要你把这个东西 胡言飞 我觉得你脸上还有点这个东西 那个就打扮的简直是太漂亮了 是成军吗 这是我们现在播出的剧目里边 非常大的一个毛病 就是把那些女主角都弄得非常漂亮 你不管什么样的环境 它都是这样的 这些都是要不得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戏是真的是失败了 我想说一点题外话 我也想帮天池老师这一组说一点话 我知道节目录到今天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那天池老师是接到了临时这个任务 这三个演员其实要做的不是这个片段 但是原计划被打乱了 这三个演员是没有片段去拍的 那么这个时候只有天池老师上 他必须要冲到最前面 那我相信无论是哪一个编剧哪一个导演 遇到这样的一个窘况 都是手足无措的 由于我们这个特殊性 导致了这个片段 它的不尽人意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 但我觉得这个是要换位思考一下的 是因为寿命 天池老师 秦云是我代表节目组 先向您道一声辛苦了 我觉得如果说能够有今天呈现给大家这个东西 大家指出来的一些看到的一些问题 我全般接受 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如果没有三位年轻的演员撑着我 我们无法完成这个任务 因为它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一件事件发生 之前在拍摄的时候 突然之间 你只剩下三天的时间 什么都没有 因为节目组是做节目的 也不熟悉横电 我无论是做表演指导也好 还是我做一个教师也好 我也不熟悉横电 他有什么样的景 他应该有什么样的流程 这一系列对于我来讲 我不知道 我没有做过制片人 幸好我们两个作品 可能带着磕磕绊绊 不禁如意的能够呈现 我首先感谢我自己的师哥 赵海 我当时就给赵海打电话 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回来师哥特别快的就来 他说那你要怎么办 我说我们选择放弃吧 我没敢跟我的孩子们讲 也没敢跟坐在这边的三位演员讲 我说唯有放弃 因为我什么都 我没有班子 我没有井 我没有剧本 我什么都没有 但我知道如果真的选择放弃 六位演员走了这么久 我拿什么给他们做一个交代 就在这个时候 他说你 你怎么想 我说如果有可能的话 横店有什么景 我就这个景 编什么故事 于是我们在一天之内 写剧本 打班子 我感谢大中医剧组 因为他们只有两天 说这个营房是空着的 我们第一天开机 第二天杀青 他们不是说没有想法 是因为他知道我难 我觉得 从这个方面 我非常感谢你们三个的支持 真的 在这里有很多的制片人 也有很多的导演 包括非常优秀的北岸老师 我在这里 极力的推荐 这三位演员 将来 必成大器 谢谢 谢谢 谢谢天池老师 谢谢 我非常遗憾 在我的这个战队里面 这个作品我没有参与 然后也都是图中知道了 碰到这么多事情 天池为了完成这个作品 其实做的事是为了这个节目 刚才解释是为了这个节目 不能放天窗还一个这节小孩子 如果没有作品 可能就没有办法投票这个环节 甚至投票这个环节都没有了 我现在加入这个战队了 我会跟天池 贡献我所有制片人应该做到的能力 可以让未来这些小孩子 再一次有机会的时候 可以更好的表现 接下来 Reno5幻彩人像视频 在我眼里你会发光OPPO星级时刻 有请各位老师 专业影评团大众影评团 投票开始 一号代表李文汉 二号代表宋颜飞 三号代表张南 可以多选 以较而言在这样一部作品中间 我更喜欢李文汉的表演 所以我把我的这一颗心 都给李文汉 我把这颗心投给李文汉 我觉得在这个片段里 你是有说服力的 虽然不是很完美 希望你可以继续能够 谢谢周老师 李文汉 李文汉 我觉得她身上进步比较大 她的眼睛里有了角色的思考 我希望以后往深了再走 我的选择是张南 我认为这一次不是她应该有的能力 所以我还是希望在这个节目里再次看见张南的表演 帮我这颗心为张南 接下来主考核官和表演指导老师一共有三颗心 有请王仲磊老师告诉我们您如何分配 我觉得张南在这里的表演虽然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但是我已经看出来了未来她是女主角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选择会给张南两票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机会 然后我们就是留给了那个王汉 因为我觉得她还是比较稳的 她的眼的部分还是比较到位的 谢谢王仲磊老师 目前三位演员当中 张南和李文汉分别都拥有了四颗心打平 天哪 两个四颗心那怎么办呢 接下来我们将由专业影评团投票 决定在两位演员当中 哪一位会以更高的心急进入下一赛段 有请张继众导演 张继众导演 我投给张南 我这票投给张南 我投给李文汉 我也把这颗心给李文汉 我的票是投给了李文汉 我投给李文汉 谢谢 谢谢各位专业影评团的老师 目前文汉得票 四票 成功晋级第四赛段 接下来 晋级通道为你打开 我用手中的OPPO Reno5 Pro 记录下你发光的身材 经常熬夜拍戏 我还能保证好的皮肤状态 因为我有这个神器 曼之岩Skin DNA原液 告别盲目定向护肤 针对自己的肌肤根源问题 进行科学的护理 定向护肤不盲目 好肌肤就用曼之岩 请允许我代表栏目组所有成员 感谢天池老师的付出 也请天池老师先回房间休息 并在观战间观看演出 这个作品 是由潘彬龙 时代少年团 马家琪 李孟 共同带来的一面 主考核官张子怡 特邀助阵导演欣宇坤 接下来的这个片段里面 希望可以让大家都过瘾 但这个过瘾呢 就会有难度 我也没想到 就当替我哥嫂还了吧 还了 头一天的时候 我当然说 当然你这儿还精神了 你还得有点疲惫感 我想让你赶紧上火 没问题 我也这么想嘛 我紧接着来到新厂 然后导演安排我 把好多钉子钉到一个板上 就是给我勒呼叫 中间吸了好几气 后来确实困得不行了 我就到那个井里边 我那个床上去睡了一会儿 还挺好 那个疲惫感确实很充足 路上累坏了吧 还行 卡 大喷这个很 愿着每个人都喜欢她 可我讨厌她 可我讨厌她 你强调我 我讨厌她 我讨厌她 我讨厌就破地方 你问你现在刚刚背着手 还是还那些 就千万别 你千万别晃 一晃那个气质就不一样了 所以就听台词和说台词 那个听特别重要 我觉得紫衣姐真的是一个特别用心的老师 她会根据不同的演员 引导我们去进入角色的状态 在外面遇到事了 想想我是怎么打你的 我们再来一遍啊 来 卡 不好意思 打烊 这边不行 我起来 他这么憋可能不行 情绪就找不着了 就确实找不着了 就是你愿意憋得慌 因为其实有这么多人在等你 心理压力是挺大的 是不是他又要留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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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他又不让我走了 他就不让我走了 他又不让我走了 你没有 帮你走 我自己走 你走一点 我被子无关了 你自己拍照 你走 你走 干啥 我确实帮不了那个心 真的挺感谢 卡 过 我其实特别感谢子余姐 特别会照顾你的情绪 我挺幸运的 你吃饭了没 没吃呢 给你拿面包吃 今天你两个同学是吗 一个单位 子余老师就是扶着你往前走 每句台词 每一个字 每一个站位 都要体会一下 用她的方式去处理我学到了很多 原来戏真的还能这么戏 我发现我在表演这条路上 前面的蓝海还有一大片 我们拍一个叫什么Vlog 对 Vlog 对 据说她这个AI特别厉害 点上以后皮肤会 我的皮肤在发光吗 来来来 我们一起拍一个 OPPA Reno 5 Pro发光时间 Yeah 我们正在对我们的新剧本 对 一念 嗯 一念之差 我都发光了 真的 好 女性 好嘞 Reno 5幻彩人像视频 在我眼里 你会发光 三 二 一 开始 刘耀军的独子 早年因意外去世 难以承受丧子之痛的他 与妻子搬到南方小镇 不想 领养的儿子刘兴 又在一次与自己的冲突之后 离家出走 刘耀军饱受内心折磨 恰逢曾经的至交莫莉 前来探视 两人发生了一夜情 这天 妻子因病住院 莫莉悄然来找刘耀军 这次她带来了一个思考已久的计划 莫莉悄然来找刘耀军 大金哥 路上累坏了吧 还行 令云姐怎么样了 挺好的 明天接她出院 屋里坐 喝水 你也要出国了吧 手续是不是挺复杂的 我怀孕了 就是签证下来那天我才知道的 生活挺会开玩笑的 就 就那次 嗯 嗯 对 我想把孩子生下来 我没别的意思 我来找你 是有一个想法 你和林云姐不也一直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吗 等她出院了 你跟她好好商量一下 我知道这事对你们来说 挺重要的 这孩子生下来以后 就是你们的孩子 你 没考虑过你自己吗 可能这就是命吧 我当天替我哥扫还了 什么还了 这是还的事吗 这事是我做的 也是我来找的你 我自己愿意这么干的 但 真走到这一步 我以为我会高兴的 没想到突然害怕起来 对不起 药军哥 我是不是太幼稚了 人家 你说 气败 有没有 可以啊 披 这是 这是 可以 可以 你还知道回来 我不是回来啊 我轮过 你拿着身份证你就走 你要去哪儿 你管我去哪儿 你知道你走的这段时间 我跟你妈妈找了你多久吗 你妈妈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 你作为儿子现在是你应该 你这是什么 我说我不是你儿子 来 我说一遍 阿俊哥 叶俊哥 叶俊哥 叶俊 先松手啊 松手 你有帮我当过你儿子吗 松手 我不过是流行的替代品吗 我身份证呢 要身份证是吧 想都不要想 你哪儿也去不了 开什么证 叶俊啊 我就在这儿等你把身份证给我 这儿呢 这儿呢 叶俊啊 你不不还留点多呀 刚拿驴里吃哪个呀 你把那玩卖 他长得还多年轻呢 来 你是让我们让他教你的 你送个锤子啊 那个 我们几个 是把老伙弄一顿 看他给不给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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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啥 你过得好生小孩嘛 我们那是为你好的嘛 说过了 闭嘴 那不是啥意思吗 我们是不是为你好 还意思他 还在生你爸的气啊 我叫沈茉莉 以前是你爸的邻居 也是你爸厂里的徒弟 那你肯定认识那个流星吧 嗯 他什么样 星星 是个特别乖巧 特别懂事的孩子 他还是怎么死的呀 跟我们家有关 药军哥和丽云姐 跟我哥扫尸至交 后来有一天 我侄子 带着星星去水库游泳 没想到发生了意外 药军哥背着星星跑了一路 赶到医院的时候还是晚了 丽云姐为这事 在医院躺了好几个月 也没还过来 疼再生一个不就想那么晚了 没那么简单 星星出世之前 丽云姐 有过一个孩子 但当时的情况是不允许的 所以计划生育主任 就把那个孩子拿掉了 没想到手术出了问题 而那个计划生育主任 就是我嫂子 其实药军哥以前不是这样的 他是个特别乐观 特别热情的人 见到我们每一个人 他都笑呵呵的 我们院里的每一个孩子 都很喜欢他 我不喜欢他 从小到大 我干什么事情他都管 我讨厌他 我也讨厌这破地方 我真的努力过 可我没有办法变成流星 你知道吗 我就是觉得这家里还有另外一个孩子 我就是觉得这家里还有另外一个孩子 我晚上悄悄拿出来看看 你们一天也没有走出来过对吗 你看看你给那孩子起的名字 给这肠子起的名字 这些年我常常想 这些年我常常想 如果青青还活着了 他会是什么样 每天在学校读书 会来陪我们 将来考一个好大学 反正不会变成他这样 他从小到大 我们把所有能给他的都给他了 像对星星一样对他 就是怕再留什么遗憾 可是我就想不明白 可是我就想不明白 我们对他越好 他好像离我们越远 我想不懂 因为他根本就不是星星 星星已经死了 星星已经死了 在这边 我们走着快乐 去逐温 你怎么没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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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想好了 和丽云 也该面对现实 和丽云 以后 你就是成年人了 好好找个工作 别总让我们担心 爸爸妈妈应该感谢你 这么多年 一直把你当作星星 你也把自己当成星星 努力让我们开心 今天说开挺好的 我们也该把你真正的身份 还给你了 周永福 侵房里有些钱 不多 省了点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该走了 我送你 不用了 我送你 我送你 谢谢张子怡老师站队 谢谢助振导演 刑玉坤导演 谢谢您 有请三位演员 我还挺喜欢这个作品的 非常非常工整 非常温暖 然后小马这次依然好 确实是有那种青春的东西 只是在李梦姐跟你交谈的过程中间 你从那种完全像刺猪一样顶着 突然柔顺的变成绵羊 那个过度缺少了一点点转折 你可能得有这么三个过程 现在是中间那个过程少一下 但是依然是好的 然后依然是好的 我觉得潘彬龙老师真的表现得非常的稳 我觉得他还是很聪明的 他把那气唯一撒到跟他没关系的人 把那俩小孩给骂着 他走起来关门 他好聪明啊 他找到那种发泄情绪点 人在生活中有时候都这样 整理特别好 李梦 今天的戏 太舒服了 不是生死历劫和痛哭流涕就是好演员 或者就是好作品 你这个角色太难言了 是一根扁单 挑着两个非常沉重的 装满石头的框 平淡中见神奇 你会大放异彩 李梦我对你的表演是不满意的 李梦我对你的表演是不满意的 因为你的上场任务 你的心理动机都不够充分 你来找大潘 你要说的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 但是我在你的脸上是看不见波澜的 那么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还是我上次说的那个 就是你太知道你是一个会演戏的演员 你已经非常熟悉电影大概应该是怎么演 但是只有那个是不行的 知道自己会演戏 或者把握了某一种演戏的方法 其实也是一个好演员的障碍 小马 我想表演你的地方 接那封信 爸爸把这个给你的时候 那个是你表演的高光时刻 他要推翻你之前 在前面十分钟的一切态度的一个地方 我很怕你撒狗血的表演 但是你刚才没有 你欲言又止 你连咽口水那几下我都觉得 我好像看见了你在思考什么 走到门口回头那一下 包括下跪 都演得很好我觉得 那个地方我非常非常喜欢 那些细节非常好 这个小朋友 我刚才碰见他 我跟他要微信 我还真的想用用你 我们先说小马的这个角色吧 其实给小马找角色是非常难的 你不太想让他去重复 曾经演过的这些角色 或者是这一类型的角色 那我们选到了这个 《地久天长》这样的一个少年 我们想说这样的一个男孩 其实他的内心深处是有爱的 他是温暖的 当他真的要离开父亲的时候 他的那一刻 他的眼中的泪水 和他无法去表达的一种情感 可能就是要通过他的表演来表达 所以在表演上 我觉得马牙齐是做到了 加油 小马 然后大潘 我觉得就这一次 你整个的表演都是非常地生动 非常地自然 而且你能够在片场感受到 他是非常诚恳的 非常愿意去接受一个 离他有距离的角色 然后李梦 其实关于这个剧本 他纠结了很长时间 然后他找我聊 就聊了无数次 他在最后一天的时候 我们拍摄完他的离别 他过来跟我讲 他说他突然间觉得心很酸 然后这个时候他落泪了 是真正地走到了 那个人物的内心 佳琪 你觉得在你自己身上 最大的收获和成长是什么 我的收获其实是 来到这个节目 演了一个剧目 跟我爸的关系 得到了一些改善 对 因为我出来得比较早 然后我其实回家 也不怎么跟我爸聊天 就觉得跟他好像 丧失了很多表达自己 还有交流的时间和机会 当演完那个剧目的时候 给我爸打了一个 特别长的电话 其实我爸也特别意外 对 但是他又好像 等了这个电话 等了很久 然后聊了情况 聊了聊这些年他做的事情 最后听到了一句 我一直很诧异 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 是他说 他说儿子爸妈妈都挺想你的 对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的一个收获 关于这个父子这个 我也是很有感触的 那我的父亲 他是一个退伍军人 所以 他的情感是比较内敛的 前段时间我回我的老家 有天晚上我跟朋友聚会完以后 回到家里 我的床上就有一件 这个衣服在那放着 然后有一张纸条留给我 说那个 爸爸买的这个衣服不合身 你试一试合不合适 如果合适 就给你了 我就不退了 那我就后来穿了一下就 长短肩宽秀长都特别合适 走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 不对 对 因为我爸爸是不会在网上购物的 他平时买东西都是去实体店的 实体店买衣服一般都会试嘛 试完以后才知道合不合身 所以我觉得 应该是一个借口吧 他就是照着我的尺寸给我买的 这就是我的父亲和我之间的富与子的表达吧 Reno五幻彩人像视频 在我眼里你会发光 OPPO星级时刻 有请各位做出你们的决定 一号代表潘兵荣 二号代表时代少年团马家琪 三号代表李梦可以多选 专业影评团一票相当于观众的五票 所以各位你们的每一票都会直接决定 他们的命运 没有问题 有这个把握 投票结束 首先有请正在观战区的天池老师 告诉我们您的结果 天池老师通过导演组告诉我 他把这一颗心投给潘兵龙 陈如老师 我这一票投给你吗 我这颗心给大潘 我这颗心给那个 未来一定有机会演男主角的大潘 有请陆川导演投出您的一票 我给马家琪 我给马家琪 还剩两颗心给李梦 佳琪 我们应该互相很懂的 还有就是在场的观众和boss盘 接下来马家琪的三颗心 就靠你们了 心里话 我抬上了这三个两人谁走 我都舍不得 所以要恭喜到的是 潘兵龙 你在本组当中 获得的星级平地数 是四星最高 可以成功晋级下一赛段 压力肯定有 但是 我一定拼尽全力 把这个弹子扛起来 我们战队一定会 会棒 停停停停停 你卡车屁 我就嘶就直直过来 然后砰一下 这都不好 这一秒钟都不能用 你说我摆一下 我又摆得这么一样 要放开 后必整理都不骂起来 套起来 你这就是不爱情 你能够活 你说不出来 你不想是爱情 尚无国 人家就是演员 为你支持 你都不敢在 接下来的这个决定 确实是我们很简单的做出来了 我们最终的结果是把这三颗心给我们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好演员 搜索我就是演员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你们咱融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